你不知道你下一刻 會遇見什麼樣的人 我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的是 當你時刻觀看的時候 我們之間已經產生微妙的變化了 這一刻的我可以很完整 我就是擁有這一個 完整的自己 自己的完美跟完整的時候 我內心其實是覺得不夠好 但現在是最不完整的 擁抱完整的自己 並擁抱完整的自己 嘉年新頻道 還有愛酸像邪教 半年前重複一詞影片被翻出 大家好 我是綜藥姊女老師 大家好 我是綜藥姊佳妮 百萬youtuber重量集中的情侶大 Andy和佳妮 近日正式分手 兩人也各自推出了新頻道 其中佳妮的新頻道 蜜月齊popo 詭異的狀態 讓網友質疑她是否誤誤邪教 蜜月齊popo 蜜月齊popo 嗨 大家好 我是佳妮 哦 這是我的新頻道 蜜月齊popo 你不知道你下一刻 會遇見什麼樣的人 我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下一刻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我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的是 當你時刻觀看的時候 我們之間已經產生微妙的變化了 城市同校校的孫生 也對嘉寧表示相當擔心 她在酒中講聊天時 並未察覺異常 但在進場觀禮時 發現嘉寧不斷露出奇怪的笑容 眼神和表情看起來非常怪異 甚至有些傻笑和碎唸 讓人不禁懷疑她似乎像是被鬼附身 yes 我敬你了 她真的很配合 她真的很 反骨男孩的兔炫 也在社交平台 雖然上第一道 打死我都不會去傷心靈課程 我只知道此時此刻 當你在觀看的時候 我們之間已經產生微妙的變化了 很多人覺得我的 算算發言感覺好像是在臭 我不覺得去傷心靈課程怎麼樣 我只怕自己變成我不想要成為的樣子 所以我很害怕 迷失自我 同樣是反骨男孩的雷拉則發文 疑似在深淵嘉寧 你永遠無法了解 你正在評論的人 正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學中送炭並不是責任 而雪上加霜更是沒必要 呼籲大家能做一個善良的人 找到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我不夠好 我只想要讓你自己知道 這一刻的我可以很完整 無論跳得好或壞 因為你現在手上拿到的是大顆的 是小顆的 就是擁有這一個完整的自己最真的樣子 支持你在接下來的道路上面 不是在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自己的完美跟完整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支持你 我內心其實是覺得不夠好 但現在是最不完整的 2024年 我給自己一個生日願望 擁抱完整的自己 正是這些黑暗 並不是逃避或躲藏 並擁抱完整的自己 對於此事 江陵的前男友Andy老師也發問 關於心靈課程 你們想了解什麼 並考慮是否製作影片 分享他的觀點 以外界無限狹狹